他若是现在就回去了,楚天阁不抽他才怪呢。 真正能挑起南兆和大洲战争的,不是君北越这一路上护送他出什么事,而是韩子晴的身世秘密。 怎么办?要低头吗?他可不甘心。 可是他能怎么办呢?不行,他要争,不管怎么样,他要争回道里来。 四季词,楚飞燕立马转身过去,可谁知,就在他转身的瞬间,君北越却陡然抓起暗机上的茶杯,狠狠就朝他头上砸了。 啪的一声,好响亮,这一幕谁都没有料到。 终于,君北越一直忍在冷冽之下的愤怒统统爆发了出来,他拍案而起。 楚飞燕,到我要往府来伤人,你好大胆子啊,就算你要走,这笔账也还清了再走。 他说吧,牵着紫晴看都没有多看楚飞燕一眼,扬长而去。 刘楚飞燕一人站在大堂里一脸惊愕,鲜血从额头抿一抿躺下。 君北越拉着紫晴离开使者大院,此时天已经朦朦胧胧就要亮了,大街上空荡荡的就他们俩,并不想来的时候走得那么急。 这一回君北越放慢了脚步。 这伤口很疼吧? 他淡淡道,这是第三次问,很认真很认真地问。 小少爷,没事的了? 紫晴回想起刚刚那一幕,自己也吓得不轻呢。 他原本就没有想到他会动手,而且还那么狠。 他分明看到茶杯砸在楚飞燕额上的时候,瞬间就暴裂了。 那该是多大的手劲,多大的愤怒啊。 他一直就冷冷地,护着他任由他们吵闹。 谁知一发脾气,那么吓人。 使我走得太急,疏忽了。 君北越淡淡道。 温软的目光里,满满都是歉意。 温柔了起他垂落的发丝,端详着伤口。 紫晴的心头暖暖的。 是我让他呢? 要不他真能欺负我了? 就是没有想到他背后还会有人。 白白让了。 君北越无奈而笑。 傻瓜,酷金那么多做什么? 再严重的后果,得有本王替你收拾呢? 怕什么? 古今多少男人需要女人的委屈求全,需要女人的忍让相助,需要女人替他顾忌种种,来成就一番事业,成就自己。 可是,这个男人却不需要他顾忌。 紫晴心头暖暖的,他抿了抿唇,不自觉笑了。 有种说不出来的欣喜,被护短,恃宠而骄,真的就是这样的感觉吗? 他都觉得这份宠太满了呢。 见紫晴笑,君北越立马一把把他横抱起来。 你受伤了,我抱你回去。 君北越心情总算是好了,和紫晴一样,把中毒的事,连同之前的不愉快,都给忘掉了。 我能走?紫晴立马抗议,他伤在额上,又不是伤在脑袋上。 能走,本王也乐意抱。 君北越笑道,紫晴当然记得这话,他曾经说过的。 争辩无效,他还是省省力气吧,一整夜没睡,正累着呢。 紫晴自然而然的侧脸,埋手到他怀中去,自己没有察觉到,自己已经很熟悉这样的动作了。 只是,想起刚刚窝在他怀中乱蹭擦胶,他的耳根子便有些烫烫的。 他就知道男人的怀抱可以窝着,睡着也可以蹭,拿脸拿脑袋去蹭。 可是,这怎么个蹭法? 未知力道他可真的不懂。 蹭之前那个瞬间,他偷偷考虑了很久呢。 最后也没有个主意,就那么蹭了,真担心自己那不是蹭,而是蹂躏君北越的身子呢。 女人,我跟你说件事情。 君北越突然开口,他走得很慢,他最喜欢天亮这段时间,一切都还在睡梦中。 空气很清新,这个泉气算是跟这个女人散个步吧。 去南兆,他们可有的忙了。 嗯? 子晴抬头来看,这时候耳根子的修难已经退了不少。 那个,你以后在我怀中蹭的时候,能不能轻点? 君北越笑道。 这话一出,子晴可不是耳根子红,而是全脸都红了。 他的担心成真了,一时间他不知道要怎么回答。 君北越扬声大笑,十分的轻松放肆,似乎也是这份轻松带动了子晴。 他休是休,倒是不像之前那么矜持了。 他咬了咬牙,冷不防就重重埋头撞在君北越怀中,看他还笑。 君北越慢哼一声,竟然还真的继续笑了,越笑越坏。 女人,要不咱们回去,本王牺牲一下,你好好练练。 这话,立马换来子晴一拳,打在他胸口上。 这个男人冷的时候是玄冰,狠的时候是魔鬼,坏的时候,就是个十足的混蛋。 明明是他自己让他坐到他腿上的,现在居然还敢言语他。 也就是子晴可以这么近的一拳,打在君北越胸膛上吧。 还连着就是几拳,君北越笑着把他放下。 我背你吧,靠背上舒服点。 子晴一下来,哪里还会上去? 你宿没睡了,赶快回去吧。 你喜欢这种空气吗? 很新鲜,很安静。 君北越淡淡说着,突然一把揽住他的肩膀,飞上屋顶。 子晴这才认真注意到此时的幻境。 日出前夕,四周还是有些昏暗。 空气和冰凉,万物都沉寂着,不同于白日的浮躁。 子晴不自觉地深吸了一口气,很宁静。 小时候就是喜欢这时候,坐在宫里最高的屋顶上,看皇宫见点喧嚣。 君北越淡淡地说着,语气里有些尴尬。 这是他第一次和子晴聊起小时候吧。 子晴细细想来,对这个男人的了解还真是少。 他的喜好,他的厌恶,他的习惯。 记得顾太医说了,他喜欢清晨一杯清茶的。 他似乎要抽空,好好学学泡茶。 依非知道的,楚天葛一定也知道。 子晴关心着这件事。 楚天葛重伤落牙,西楚当初没有发布死讯。 如今又没有公开寻闹人的消息,楚天葛忍很久了吧。 君北越冷哼,一切若非在他掌控之下,他能把大洲的路借给楚飞燕风风光光驾到南兆去吗? 楚天葛跌入无爷深鉴还能活着,命还真是硬啊。 南兆这一回,铁定比上一次三族盛会还要热闹。 我们还是尽快出发吧。 子晴确实心急,这一回到南兆,该牵扯出南兆多少禁忌,孤岛多少秘密啊。 看楚飞燕什么时候开口,就什么时候走,有人比我们还急呢。 当然是要去南兆了,只是得楚飞燕主动来问时间,不是吗? 君北越回头,朝使者大院看了一眼。 此时大街上已经非常热闹了,两人没有多待,往药王府而去。 然而,当子晴走到药王府大堂时,却见顾太医和毒医,不知在讨论着什么。 而毒师则在一旁,摊开一大片银针,大大小小,粗细不一。 大略也有一百来根吧。 中毒容易,解毒难呢。 一份毒药,一根银针刺入血脉中去,便可以流淌到全身。 而要解毒,那便需要一百根银针。 这并不是子晴害怕的。 他害怕的是那种瘾,毒液抽离身体的那种引发的痛苦,只要不喝毒,他都忍不住。 何况,还是要把毒抽离了呢。 子晴不见平素那种淡然寂静,他目光闪躲着,不自觉后退,生平第一次窃了。 他们是等他回来解毒的,君北月都安排好了。 君北月似乎正眼才想起这件不愉快的事情。 原本于月的眸光顿时黯淡,同子晴一样,止步在大门口。 子晴将在门口,好心情和好不容易的轻松感,像被抽走了一样,瞬间没了。 他什么话都没有说,沉默地低着头。 梁九,见子晴不说话,君北月眼底略个一抹复杂。 你并不是非要得毒树不渴,不是吗? 然而,子晴很直接。 非要不渴。 你要来做什么? 子晴欲言又止,终究还是沉默。 君北月那着性子又等了许久。 最后一句话都没问,一把将子晴推了进去。 子晴好几步量枪,才勉强站稳。 可一站稳,看到毒师却不自觉又窃步了。 然而,君北月并没有注意到子晴脸上闪过的恐惧。 事已顾太医一眼,红医他们便都被驱逐出去,大门关得很紧。 屋内就毒师、毒医、顾太医、君北月,还有子晴五人。 当毒师取出所有毒药,做最后的准备时,子晴下意识伸手要拉君北月的衣角。 可是君北月并没有注意到大步而前,不知道低声同顾太医交代什么。 子晴哪里还有心思去关心她说什么? 孤零零站在空荡荡的大堂里,目光在君北月和毒师手上的东西来来回回,闪烁着种种不确定。 一定要这个样子吗?一定要在她面前展露她最没有自知力的那一幕吗? 她不想,她连说都不想说,一如她不会告诉她,她的脸上有秘密,丑得连自己都会吓到。 北月,我不要。 子晴低着头,没敢看她,她很清楚她的性子,说一不二。 跟我打一场,你赢了就不要。 北月看过来冷冷道,不是让子晴选择,而是明明白白告诉她,没得商量。 你凭什么决定我的事情? 子晴骤然怒声,顾太医他们安安静静地大气都不敢出,就知道之前的不愉快是暴风雨的前夕,真正的吵架现在才开始呢。 你当我霸道无礼好了,君北月冷声比子晴还强硬,她宁愿她怨,她宁愿强迫她,不要挤了这个毒。 美香依旧是一种风险了,她绝对不允许第二种风险存在。 你…… 子晴气节。 都市,准备好了吗? 君北月冷声。 子晴立马恶狠狠朝都市看过去。 你赶上前一步试试。 而君北月也冷眼看来。 都市左右为难,怯怯道。 我王爷,解毒得王妃娘娘躺下呀。 子晴立马要退,可是君北月二话不说,就到她身旁。 一把揽住她的腰肢,一脚勾住她的双腿。 安淑贴身战术的子晴根本不是她的对手。 当初她黑衣蒙面同她较量,那可都是让着她呢。 不管是速度还是力量,子晴都敌不过她。 君北月脚上力道一重,立马把子晴勾倒。 若非她揽着她的腰,怕子晴这会儿摔个四脚朝天了吧。 然而,偏偏就是君北月这一篮让子晴有机可乘。 她虽然仰脑而下,却借助君北月手臂的力量一个后翻又站稳了,立马后退。 可是君北月身影一闪,直接挡在她背后。 子晴重重撞上去,好疼。 你混蛋! 子晴怒声,她自小就独立惯了,从来没有人可以这么蛮横地要求她。 就这一次,不管你有什么理由我也不听,这毒必须解。 君北月的声音更大,从背后拥住子晴,让她动弹不得。 子晴眉头紧锁,都顾不上额头的疼,狠狠冲君北月手背上要去。 君北月一疼,松了手。 子晴还要逃,这一回君北月并没有客气,直接一脚踹了她的膝盖窝。 疼得子晴双膝跪下。 她从来就是这么武断霸道的,她要做的事情就没有让步过。 这还是第一次纠缠这么久。 君北月,你太过分了。 子晴控诉,君北月不理睬。 乖乖的,这件事对你有好处。 有没有好处,我自己最清楚。 让那狗屁都市馆,我自己的身子谁能比我更清楚。 子晴怒吼。 本王今儿个就告诉你,这件事没得商量。 那本王妃也告诉你,这件事不是你说的算的。 君北月二话不说,一手推倒她。 子晴邀起,君北月怒声。 来人,拿绳子来。 你试试看。 君北月眼底略会一抹复杂。 还不拿来。 顾太医看得左右为难,这主子俩都是非常倔强的人,尤其是药王爷,一定非做不可,而且绝对要做到底。 她隐隐约约察觉到王妃娘娘有苦衷,若是能说出来的便不叫苦衷。 娘娘可以不说,但是她怎么就那么笨了呢? 头顶还带着伤呢,她就不会撒个娇,说她头晕吗? 好歹这件事就能暂时缓一缓了呀。 见顾太医走来,子晴眸光立马暗淡,憋过头不再看君北月。 可是,当顾太医把绳索拿过来的时候,君北月却冷不防,狠狠一把将绳索甩到一旁去。 咻的一声,毫不灵力。 她没有捆子晴,也没有看她一眼,坐在一旁,一脸阴沉地看向别处。 顿时,仪式寂静下来,顾太医也不敢出声,指着额头示意子晴,若说之前,因为王妃娘娘捅了王爷一刀,她还有点芥蒂的。 那么现在,她可是心疼着娘娘了呀。 就单单她替她挨了楚飞燕那面铜镜,足以说明这位娘娘心有多善,多软。 就是要王爷,在大局面前也不可能去顾及一个奴才的呀。 顾太医见两人这么闹着,忍不住想要帮。 王爷虽然没有真正用绳子,但是她伺候那么多年了,很清楚。 王爷这不是作罢,而是气急的表现。 她是劝不了王爷的,只能给王妃娘娘支招。 子晴明明看到顾太医暗示的动作,聪明如她,怎么会不明白呢? 可是,子晴却没有做。 她咬了咬牙正咬开口,谁知君卑月却突然看过来冷声道。 顾太医,绳子。 顾太医挥了把冷汗,不得不去剪绳子。 子晴寸步不让。 君卑月,你敢试试看。 给我一个理由,可以说服我的理由。 我不要就是不要,你勉强我有什么意思? 我是为了你好。 意思是什么东西,能吃吗? 是不是我什么事,都要给你理由呢? 我说了,就这件事。 就算是勉强,也得勉强。 就算是一件事,你都没有资格勉强我。 今儿个本王,就是勉强定了。 北约,这时候你喜欢喝清茶吧,我去泡给你喝好不好? 我…… 你时间君北约雨塞,他愣了。 这个女人刚刚说什么? 泡茶? 在场的人也都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。 这吵架吵得,吵得好端端的,这女人怎么突然弱了? 没头没脑地问要不要喝茶。 他什么意思啊? 北约,清茶要温的还是热的,我去泡给你喝好不好? 子清淡淡笑着,似乎喊多了,声音有些哑,听着想哭。 喝茶? 好不好呢? 这是在问他吗? 不,这是这个女人示弱了,他在以她的方式哀求他放过他这一回呀。 看着他那倔强的小脸,此时训良乖净极了。 不是装出来的,是真的很乖很乖,有些紧张地等着他答应。 君北约早已冷静下来了,眼底略过自嘲。 这估计是他这辈子头一回跟人这么吵架的吧? 他从来都不屑吵架的,要么直接打,要么直接不理,哪里还有废话那么多呢? 也就是这个女人能让他如此例外。 不自觉有些心疼了,君北约淡淡道。 顾太医,你们先到外头候着吧。 顾太医见王妃娘娘这模样,已是心疼着。 刚刚那一句话,完全出乎他的意料。 那么倔强的一个女人呢,那么激烈的争吵啊。 她就这样突然安静下来,竟然问主子要不要喝茶。 她就跟她说过一次,主子喜欢这个时辰喝清茶,她记住了。 顾太医微微松了一口气,带着毒师和毒医匆匆退下。 主子就让他们在外头候着, 这毒到底是要解还是不解? 一时间,水都拿不准。 人都退去了,君北约才坐下来,叹了一口气没有说话。 子晴亦是隐隐叹了一口气,亲自泡了一壶清茶来。 君北约的那个口味,那叫一个雕啊。 对于泡茶的水、茶叶、水温、浸泡的时间,统统是有非常讲究的。 只要闻一闻茶香,看一看茶色,立马就能判断出茶叶、茶水。 而喝上一口,更是心中有数。 只是,她此时的注意力全部在茶水上。 子晴亲自泡了壶清茶来, 茶香鸟鸟而起,在两人之间弥漫开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